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跟我讲 我大概做一个简单的手板 他说美方拒绝蔡总统赴美进行TRA 就台湾关系法40周年的公开演讲 他们有这样 他说美国有拒绝蔡总统 那所以蔡总统指派了郑文燦 林又昌 代打赴美访问 那被独派人士进一步解读 你就是在围堵赖清德 你就是不让赖清德出头 你就是叫文燦跟又昌去 怕赖清德赴美之后 扩大他的政治能见度 美国独派朋友 当然因为这个意识形态关系 是不是对蔡总统的维持现状 有诸多的不满 那我也不敢说 或许他们站在这个既定的基础之上 去解读这件可能不是这样子的事情 可是我必须提醒了说 这样子的概念 在独派的团体里面 在民主党比较草根的支持者的 这两个领域里面 真的几乎是主流意见 抱歉 我认为是主流意见 就是副总统啦 每天在董罗里面中 这个也是蔡总统面临的一个困境 我不是说他们讲得对 他们可能已经先有一个定见 然后在这个定见上面去发挥 他的认为应该推论是这样子的 那我们再看 这个杜盛聪杜老杜 他也常讲说 民众现在最讨厌的是 讨厌嚣张的民进党 但也讨厌德势的国民党 老百姓讨厌嚣嚣张的 但也讨厌德势的 这两个党是我们国内的两个最大政党 希望不要嚣张 也不要德势 给我们看到一种讨厌的嘴脸 OK 消防报导 我们在就教 在实际之前 中国时报今天的标题 蔡总统左三 左酸赖院长又打韩国瑜 那个院长说 配合出访 我暂停公开行程 总统说不太需要 OK 那刻意挑一张这个照片 是有点点的 那他也说 市长你要多关心市政 那韩国瑜当然批蔡总统说 你有失总统的高度 那赖院长在这两天的讲法 特别强到一个概念是说 我们一定要有一场初选 他说透过这场初选 我们来检讨 我们来反省 我们来设定未来的 胜出的总路线 所以政治总路线 如果从这个部分来讲 赖院长似乎勇于面对挑战 会不会给他进一步解决说 那蔡总统带迂回的必战 OK 石琪 你对总统有很多了解 一起回应 不知道这些独派团体这些说法 蔡英文没有弊战 他如果弊战 他昨天去登记 讲的那些话 2020蔡英文一定要连着 一定要选赢 然后他也列出了总统三条件 他正面迎战 然后哪来的弊战 赖清德也绝对选到底 就是大家都觉得 大家对于赖清德的认识 就是他做了决定 就会一路走到底 所以他也不会有什么 大家来嗖嗖 嗖完之后 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 那个状况 所以看起来现在国民党跟民进党两边都为了这个党内的出选 我觉得都一个头两个大了 好那只谈民进党的部分 就是说你刚提到的说有一些独派海外独派团体 我觉得那个是经过了三年民进党执政他们在心里面的一根一个想法 然后会不断的加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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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你看蔡英文不够毒 蔡英文其实都走得太跟他们不一样 太中间的一点太跟我们不一样了 所以他们觉得赖清德比较独 赖清德比较 你看他比较硬 他比较适合我们喜欢的那个样子 好 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荒谬的地方是在于说 赖清德的两岸论述 赖清德主张台独他也强 他也解释了很多遍 务实的态度工作者 昨天我们看了 反正总之就是说他昨天还在他的脸书上面 又用了三点来说明什么叫做务实的态度工作者 有 前面有个手板 我帮你一点你继续评论 我的务实反应在这三个方向 一 台湾已经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名字叫中华民国 与中国互不隶属 不必另外宣布台湾独立 二 台湾前途有2300万人民决定 任何人都不能 哪怕是总统 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干预 三 台湾当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发展经济 建设国家 造福人民壮大台湾 来 这到昨天说吧 来 司机继续 是吗 那所以他又是当过一年五个月的行政院长 他又是民进党籍 他又写了这三点 整个跟民进党的两岸路线有不同吗 完全一致啊 就是台湾前途绝一文啊 就是现状我们不需要再去宣布台湾独立 我就不知道说在路线上面 他跟蔡英文到底就两岸 哪来的差别 我看不出那个巨大的差别 所以那个独派系里面一直觉得赖清德比较独 蔡英文太重心了 我觉得很奇怪啦 坦白说我觉得就那个他的立场的宣誓和文字表述 哪一点脱离了民进党的党纲 完全没有嘛 就在这个大架构底下嘛 所以如果要用两岸关系 台不台独这件事情来作为党内初选的一个选举的议题 路线的区隔 我现在区隔不出来 现在看起来他们两个人比较大的区隔是有没有要射贬这件事啦 态度上面比较不同 但是射贬 因为是全民调 你说射贬能不能够在这个取得优势 我觉得有一些困难 好那所以我认为整个绿营的支持者 现在看这个局有一点觉得焦虑的原因是在于说 在对未来民进党选举的想象的图像当中 蔡英文的连任之路必定有赖清德的陪伴 赖清德一定势必也有蔡英文的相伴 可是现在他们两个不相伴了 他们两个决定打一架 我觉得那个是焦虑的所在 本来应该你们不是搭档一个总统一个院长 那未来你就是明星 理所当然你们两个人就是要一起拼 怎么会两个一起拼的人变成两个人互相拼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焦虑之所在 然后挺赖的跟挺蔡的支持者在网路上面骂得很难 你刚刚讲的那些都是好的了啦 我挑比较温和的 那有的A的实在是有点过分的 有些就是骂得乱七八糟的 但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对民进党来说的那个伤害很大 民进党有没有治愈能力 有治愈能力 他会选民会希望说你们必须给我团结 可是我会觉得那个伤痕都会在啦 如果像上次那个输卸之争 表面上看是和谐但骨子也我知道那个伤痕就在 就算不是总统级的初选立委的初选议员的初选 你说伤痕在不在都在啦 也就是说选民会当然会希望你们能够团结啊 那可是到最后我觉得那个能修复到几成是一个关键 所以你现在骂越凶到最后我觉得修复的比例会越低 这件事情其实倒也不利于总统大选 毕竟现在国民党看起来 尽管他们很多太阳当中对于初选的制度有很多的疑问 可是不可会言的就各项民调来看 人家的确那个后裔是领先群凶的 所以面对一个这么强的后裔 国民党的后裔在的时候 民进党的团结都不一定能够打出好的漂亮的成绩了 更何况互打得越凶 你们修复的治愈能力越低 那你要怎么去跟人家耍枪去整个成凶斗痕 这些都是困境啊 所以我会觉得说 今天苏贞昌也讲说 希望能够在协调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 我不知道有什么样子的好的方法 因为大家现在可能一个头都两个大 在火烧 所以我觉得 你知道这像打电话给老柯 火气都很大 不要来乱了 你是在冲销 不要这么多 因为大家都在想 以前你说不要休息 以前是不要休息 现在打电话不要乱了 这一副感觉他想要摔电话的感觉 好不要说 因为大家都在想办法 就怎么办怎么办 可是还没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图像说 好 那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 来朝哪一个方式来进行游说 我觉得现在都是一个 真的是一团乱的状态 就民进党内部而已 也确实实际上说过去一起拼 怎么弄到要互相拼 我想这也是民进党一个大灾问 另外我曾经公开听过赵少康 赵大哥 他称赞蔡总统 他说我对蔡总统批评很多 但是有一件事情 他还真的在民进党这么大的压力之下 他说蔡总统把他扛下来 顶下来就是 我没有说要特色成前总统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也必须用另外一个角度 给蔡总统一个公平的评价 请不吝点赞订阅